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就是能来参加表展 就是很荣幸受到肖邦的邀请 给了我这次机会 那也是我第一次来瑞士 我是昨天才到的 然后今天就是一天的行程 明天早上就得回去了 是挺赶的 我觉得反正我是挺喜欢代表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 不管男生女生年纪大年纪小 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块万表 对 其实今天这块表 是肖邦的LUC系列 就是挺适合今天的穿搭的 因为比较简约 但是也很精致 就是还挺适合平时穿西装 或者是生活的生活装 都挺都挺大的白搭 其实自己私下的时候 就是以舒服为主 就是穿什么舒服什么就好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吧 因为肖邦作为一个家族企业 他们想的不仅仅是怎样 赚更多的钱 卖更多的东西 他们而是想的是 我要把我的品牌 我的手表 腕表 我的珠宝 做得更精致 更加的完美 然后想的是要 我们为了以后 为了世界的发展 为了可持续发展 能够怎样做一个 一直毅力很久 毅力在时代之巅的一个高端品牌 是很棒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讨论的主要 就是可持续发展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 因为大到整个世界都在讨论它 小到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件小事情 两生的就是睡觉 一空就得睡 然后现在随时会带保温杯 喝热水的身体好 就别喝冷水 都是这样 大家也这样 其实本来我是没打算去 但是王庆松老师他邀请到我了 就是也不能说去帮忙吧 就是很感谢他给了我这次机会 然后他也一直很帮我 很照顾我 然后给了我这次机会去 相当于学习吧 去注意 我其实是真挺有压力的 因为在那个舞台上 而且我去的是最后一期 所有人都是每一期的冠军 就是最强的战争 去的时候就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对 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上 不管上学还是在工作 任何人都想有一个 只属于自己的几天 无忧无力的假期吧 但是我觉得 反正劳一结合呗 在如果很忙的时候 就忙里偷闲 自己给自己找一点乐趣 对 我就是喜欢出去逛 喜欢睡觉 喜欢骑车 喜欢一个人的运动 自己首先得有目标吧 就是要清楚自己 想要什么喜欢什么 然后 身边有很多在帮我的人 就很谢谢他们 那自己也要为了目标 去努力呗 努力一点 我自己其实 就未来更希望说 自己能够 因为在这些行业 所以就希望能够 有更好的作品吧 也希望能有空闲的时间 享受一下 自己休闲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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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